长出白头发是毛囊细胞老化的结果 有些人会觉得不好看 用手去拔它 但医师表示 其实这个行为超级NG 那反复去拔这些头发的时候 毛囊肯定就受伤 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现象 那毛囊就会坏死 那坏死之后就不会再长心了 所以本来是白的 到时候拔完之后 可能连白的头发都没有 所以我们建议民众 假使有白头发 尽量不要去拔它 这样对头皮及毛囊的伤害 会减少很多 如果拔掉的话会有伤口的话 那边的血液循环 也会有不顺畅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就建议 如果真的就是需要的话 就剪掉就好 长出白发可能是身体给的警讯 像是两病转白 就是肝火旺盛 气血不足 长在头顶后脑勺 肾气虚弱 平常过度劳累 前额则是因为饮食不均 导致脾胃失调 那肾肠肌呢 它的齐滑在法 容易熬夜 或者是久病的话呢 它的那个肾气就会比较虚弱 压力太大的话呢 整个身体它的气血循环比较差 造成气质血瘀的话 头皮的循环不好的话 就会有白发或者是掉发 想要延缓头发变白 终于是建议适度摄取黑色食物 像是黑芝麻 黑豆 昆布 桑胜等 更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让三千烦恼丝不再找上你 大安新闻王一亭梁家明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